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園要來幫大家讀讀報囉 我們新聞頭條要先來看到 立法立院的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1位的立委15號呢 是前往了桃園大潭藻礁區 是以準工廳會的形式邀集了經濟部 環保署 營建署 台電 中油等 與環團來進行對話 那與會政府代表就堅稱 已經縮減了三階開發的區域 並沒有破壞G1 G2工區藻礁 不過呢 遭到環團怒嗆是在說謊 立委也質疑無法釐清開發的面積 以及對生態破壞的程度 那現場是炮聲隆隆 隨後呢 並實地地勘察 藻礁富裕是否受到工程的影響 準工廳會長達三個小時 包括了藍尾 蔣萬安 呂玉玲 還有時代力量 陳娇華 都質疑政府的說法 那針對中油工業區及工業港 開發的區別及開發面積 各部會所提出的確切數字 通通都不一樣 那工業區外海底下 究竟有沒有藻礁生態系 及開發所影響的破壞程度 那現場呢 也是沒有辦法 一一來做釐清 所以民進黨立委洪生漢就說了 對於這些無法釐清的問題 有待之後有機會在邀集 各部會及環團坐下來 一一比對資料與解讀說法 才能趕在公投之前 讓民眾了解真相 好 那國民黨立委 陳玉珊他昨天同樣 也是前往了桃園大潭 來考察藻礁 那民進黨的這個鄭運鵬 他隨即就在臉書發文說呢 他無法理解就是以這個保護為名 結果踩進去藻礁 這個礁案是什麼意思呢 而且他還PO出了這個照片 就是有很多人都踩在藻礁上面的照片 然而專家就指出 其實呢 踩上的藻礁 並不會傷害藻礁生態 那陳玉珊就強調了 總統蔡英文過去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踩到藻礁上面去拍照 所以呢 陳玉珊就呼籲 鄭運鵬也應該要大力的譴責一下蔡總統 好 那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是雲林現在是反麥寮天然氣 因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傳出 將會轉移到雲林的麥寮港南側 隨即是引起當地的反彈 那麥寮的鄉長蔡長坤 他和縣議員 昨天就先後敗壞了雲林縣長張立善 異口同聲是表達 反對麥寮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立場 那張立善就說了 天然氣接收站 恐怕會增加安全的風險 縣府必須要跟民眾站在一起 來善盡保護縣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 也呼籲中央政府能有長遠的規劃 那地方現在浮現了反對的聲浪 中央政府昨天也趕快出面來澄清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 昨天就表示 基於距離太遠 工程難度高 還有無法解決南電北送 以及時程來不及四個原因 就說賣料電廠 並非是三階的替代方案 也不是三階的備案 好 再來我們要看到 下一個廉價就是 清明廉價即將要到了 台鐵企業工會 宜蘭分會發起聯署 就是言你要在清明廉價 他依法休假 那預計會有超過200人響應 可能會衝擊到東部的廉價交通 交通部長林佳龍是喊話 但是台鐵企業工會 宜蘭分會理事長吳俊毅回應 不想再被政府欺騙第二次 那台鐵就是言你要推動 四輪三班制 那落實週休二日 但這個舉動可能會讓員工 月薪減少一萬一千元 宜蘭分會發起聯署抗議 言你的清明廉價要來合法休假 到時候台鐵宜蘭站還有雙溪站 恐怕會鬧空城 外界就擔心 東部疏運會受到衝擊 好 那再來我們要持續的關注 台博的旅遊泡泡即將要啟動了 那如果洽談一切順利 伯六政府渴望明天就對外宣布 那另外伯六總統28號也要率團 搭乘華航的醫療專機來台灣 為4月初開跑的台博旅遊泡泡來進行宣傳 初期規劃每個禮拜兩班旅遊專機 那每班載客率是70% 伯六政府指定的8家這個飯店及餐廳 已經完成了消毒準備 然後要來迎接台灣的旅客 那黨證人士就指出了 由於台灣防疫相當的成功 伯六政府希望透過台博的旅遊泡泡 帶起的這個示範的作用 因此呢初期是不會開放日本韓國 或關島這些國家的旅客 那將會等到台博旅遊泡泡啟動 觀察進行的狀況之後 才會進一步評溝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是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他7號在兩會外長記者會上面宣布 要來推動大陸版本的 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也就是疫苗護照 並且其實已經在8號 已經正式的上限提供給大陸的民眾使用 那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 8月暑假前將會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 與大陸的疫苗護照取得互認 那最快的國家就是以色列還有泰國 那另外歐盟也將在17號 推出的疫苗接種證書 那就認可的疫苗 將會包括這個大陸的國產和俄羅斯的疫苗 那大陸推的疫苗護照 其實它就是一種可以在微信app 下載的大陸政府 為公民提供的數位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那就會記錄著用戶接種疫苗的情況 以及持有人的核酸還有血清抗體檢測的數據 目前大陸的用戶已經可以下載來使用 有電子版本和紙版的兩種形式 那內含加密的二維碼相關的國家海關 可以憑大陸所提供的公钥來驗證 並且讀取資訊 好那最後我們還是要持續的來看到大陸 昨天他們遭遇了近10年來 強度最強範圍最大的沙塵天氣 那北京的天空是被染成了暗黃色 能見度是不到一公里 超過了400個航班 通通都被取消 不過眼間的網友就發現 好像連太陽都變成藍色 他就直呼好像看到火星上在看太陽一樣 那專家就解釋 這是由於沙塵裡的顆粒物散射 和吸收了波長更長的紅光 導致紅光減少 所以太陽看起來才會是藍色的 那其實北京昨天一早就被沙塵給籠罩 是一片的昏黃 那街上的民眾通通都是戴起了口罩 那截至上午7點 空氣品質指數為500 那污染級別為6級 達到嚴重污染的標準 那當局隨後是升級發佈 沙塵暴黃色預警信號 那指空氣中首要的污染物為PM10 就呼籲所有的老人和小孩 盡量就是留在室內 不過交通也因此堵塞 好 以上就是這節讀報提供給您 ふんふんふ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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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